好那每周一我们会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一周定序的一个情形 在本土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张我们这次新增的本土的BA.5的定序确认个案数比较多 有来到94例 这个是在上周我们有完成总共本土234例的这个定序个案当中占94例都是BA.5 所以这个占比是已经升高到40.1% 上一周跟大家报告的时候是18% 所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翻倍的一个情形 那在本土个案的这个94例的地理分布的部分呢 北部还是最多占68例 中部跟南部大概都是10多例 东部是我们首次有侦测到两名这个个案 都是在东部花莲的这个部分 不过两个个案本身并没有互相的关联性 都是散发的这个个案 那在这94例的个案初步一定要看起来也只有一例是跟这个街机有关 其他都是属于这个散发的个案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目前这个Omicron BA.5的这个趋势已经很明显是在稳定的成长之外呢 已经逐渐的要这个成为我们主流的病毒株 那这个尤其在北部这个部分是最明显的 那他慢慢会取代掉我们的BA.2 成为我们国内最主要这个流行的Omicron的这个病毒株 目前在成人跟儿童的个案数部分也都是有持续的减出这个BA.5 那先前都是跟大家讲说我们这个BA.5都还是轻症无症状的个案 不过所以这个个案增加 我们在上一周也有减出一例这个重症死亡的个案 是并续确认为BA.5的首例个案 这是一个我们在8月24号已经曾经有公布过的一个死亡个案 是30多岁非本国籍的女性 她有接种过3剂的疫苗 没有慢性病史 那这位是在8月13号的时候呢 快筛阳性 那在8月15号的时候 因为高烧41度 也有全身抽搐的情形 然后昏迷 被这个紧急送医 在急诊这边就已经发现有休克的一个情形 所以紧急插管来使用呼吸器 不过这个经过电脑断层的检查 也发现说他的脑部这边有脑水肿的一个情形 所以诊断有脑病变的状况 不过在这个收治交病房住院 经过一些药物的治疗 以及在8月16号有突发一些需要急救的状况 仍然急救无效 不幸过世 所以这个病程算是也算是蛮快速的 死亡诊断是缺氧性的脑病变 以及有这个严重的癫痫和新冠肺炎 这是我们首例的这个BA.5本土死亡的个案 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报告 那其他的个案者都是无症状或轻症的这个个案 是同时的病人 是无痊独的 预定原因